卵巢是女性重要部位,女性要做好卵巢的保养工作,经常吃些豆制品有利于卵巢的保养,豆制品中还有丰富的一荒铜,能够延缓卵巢的衰老速度,并且能够促进磁性激素的分泌,具有调节磁性激素分泌水平的作用,女人要如何保养卵巢? 保养卵巢有四个食用朝一,增加叶酸摄入量,叶酸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素,叶酸可以保护女性卵巢的健康,并且能够起到保养卵巢及子宫的作用,女性平时可多吃鲜绿叶蔬菜和柑橘类的水果,这类食物中还有丰富的叶酸,即是补充叶酸可降低女性患卵巢疾病的风险, 二,即是补充卵巢,卵巢有益于女性脑巢的健康,因此女性平时应该要多吃卵巢含量高的食物,新鲜的蔬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卵巢,补充卵巢可以加快人体新陈代谢,并且能将人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 三,多吃豆腐,豆腐是一种非常好的美容食物,对女性朋友来说,豆腐具有多种养生保健的功效,平时多吃鲜豆腐,有益于满潮的健康,豆腐可以起到严缓衰老的作用,而且豆腐中还有丰富的鱼黄铜,可以起到保养满潮的作用 四,适量喝红酒,红酒具有骨气穴的作用,并且具有养颜排毒的功效,女性朋友平时适量喝红酒有利于满潮的健康,可以降低患乱潮疾病的风险,并且能够严阀女性皮肤的衰老 女性朋友适量喝红酒有许多好处,可降低患乱潮及子宫疾病的风险,乱潮过早山老会给女性造成非常大的困扰,女性需要做好乱潮的保养工作,乱潮过早山老会,影响到女性的生育功能,并且也会影响到家庭的渴血,甚至也会导致是夫妻感情破裂 女性朋友平时必须要做好乱潮的保养 二、乱潮早山会加快熔岩衰老,乱潮过早山老会,影响到女性的外带熔岩,容易导致皮肤周围的产生,并且也会导致皮肤色斑的产生,会引起女性皮肤变得越来越差,并且很容易导致皮肤毛孔粗大 女性乱潮过早山老带来的危害非常大 三、乱潮过早山老会增加妇科病的发病几率 乱潮是女性中药的器官,乱潮过早山老会,直接影响到乱潮功能的正常运行,并且很容易导致内分泌及磁性激素分泌水平失衡,因此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,容易导致妇科疾病的产生 女人要如何保养卵潮,增加业酸的摄入量,平时要多吃些新鲜的蔬菜水果,并且要多吃些豆制品 豆制品中还有丰富的一框桶,有利于女性保养卵潮,而且能有效避免卵潮倒衰的出现 并且要做到了有规律的性生活,和谐的性生活能延换卵潮的筛老速度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